不喝?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個字三個字 歡迎收看行動診療室 在我旁邊呢是專門教韓文的副竹哥 大家好 我是副竹哥 副竹哥你平常都是做韓文的影片嘛 欸對 韓文教學跟其實韓虛啦 那你這樣平常是做什麼相關的字 還是你現在是做全職的YouTuber 欸不是 我平常是補習班老師 啊我也會自己接學生的 所以現在學習韓文的人很多 欸 還蠻多的喔 都是女妹嗎 女妹 有很多大姐阿姨 蛤蜆 那他們是真的都喜歡就是看一些韓劇的 所以才學習韓文 對 主要是看韓劇 而且蠻多是想要嫁給韓國人 真的假的 嫁給韓國人 嫁給什麼蘇智希 你常在工作的時候有什麼痠痛的問題嗎 主要是肩頸痠痛 因為我有時候要背課不知不覺 一用電腦的知識就變成 那你這樣會不會平常自己很想要去 這樣甩脖子 會會會會會 一直都想看看他這樣 對對對 每次都有聲音 幾乎 幾乎都有 這樣好嗎 這樣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其實就是說 關於為什麼我建議大家不要轉脖子 是因為轉脖子在後仰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容易摩擦到這邊的神經根 所以會比較不好 像是你的手現在這裡就是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你要去扭一扭他那種感覺 那你除了這個之外 你有沒有常會落枕的問題 欸有有有有 可能我睡覺的時候 就因為脖子會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可能就變成這樣睡 然後他起來就變這樣 然後就歪了 就敲起來就歪了 我已經繞枕好像兩三次以上 因為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其實有很多人的繞枕問題 他不是因為真的他的 枕頭全不好 而是因為他脖子就不太舒服 所以他才會覺得一直想 以為是枕頭的問題 像你的枕頭是怎麼樣的 我的枕頭是有一點就是智慧型 他以為脖子這邊會凸起來 那個太高的地方會讓你覺得脖子卡卡了嗎 睡的時候是還好 起來的時候就會繞枕 對對對這一塊會舒服 那你轉過來一下 這兩條都會常常會覺得不舒服 有時候姿勢這邊不好就變成這邊 現在幫副情侶檢查一下他的脖子的活動度怎麼樣 那你現在頭轉這邊 會覺得緊緊的嗎 會 哪邊 轉左邊的時候 你現在轉右邊 對 這裡會嗎 哪邊比較強烈嗎 這邊 這裡比較強烈喔 後腰 會不舒服 這裡 整個都會 我現在滿不足的看的話 我就覺得他其實狀況 不是輕微 就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狀況 自己如果懷疑自己有沒有脖子狀況的話 你自己稍微做這六個方向的動作 就是左轉右轉 左側倒右側倒 然後 看天花板還有頭前彎 看會不會哪一側比較不舒服 不如他通常是左邊這邊的 被刺激出來的症狀是比較明顯 大概就是這邊的肌肉 可能比較酸痛緊繃 對對對 這邊對不對 好 這會比較痛啊 我現在幫布子哥大概放鬆了之後 我會發現說 他其實就是這邊的肌肉異常的緊繃 你可以想像他就是這條肌肉就是比較縮短的 然後他這裡是比較被延長 他只要每次頭動的時候 或是轉頭的時候 或是他前要睡覺的時候 他只要擺個姿勢太久 他就慢慢變成一個頭會往這邊這樣歪的姿勢 那久了之後他這裡就比較容易在 本部的發明起來 自己可以做的其實就是 之前在影片裡面所教的那種 收下巴運動 就後面緊緊啊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這條比較緊嗎 對 如果你覺得這樣收下巴感覺沒那麼強烈 你自己也可以做一點按摩放鬆 現在也是這邊痛嘛對不對 對 我們就我們的 對側那隻手 稍微這樣勾著去橫向的按摩他放鬆他 會有點酸酸的嘛對不對 會 這是比較簡單的放鬆方法 那大家自己在做的時候 其實重點就是不要用手指去這樣抓 這樣手指去抓的時候 會讓他這邊的局務的單點壓力太大 反而就是要做一個整隻手臂這樣一起動的 這樣動的話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這樣可以做到放鬆效果 好 你現在自己再轉看看 比較輕鬆嗎 好多了嗎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其實問題就是說 你自己把這個肌肉放鬆好之後 就比較好了 那大家自己就回去可以做看看這兩個方法 就是自己按摩 還有自己去做手指板運動 那我們今天就來請布竹哥 教我們一兩句韓文吧 好 那我教你 你可以跟你女朋友講這樣子 好 我幫你按摩 這個是不是要帶色情異味的 韓文的按摩就是麻沙劑 後面加一個 黑特律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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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夠韓國嗎 有一點韓國了 沒有 沒有 那你講一次整句的 麻沙劑黑特律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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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喔 真的嗎 有比較好 有有有有 那你轉過去 幫你 麻沙劑黑特律給喔 這樣對嗎 這樣行嗎 可以啊 這樣會不會被那些韓國太太們追殺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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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學到更多實用的韓文的話 就到布竹哥的頻道看看吧 可以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會介紹很多韓文的教學 跟一些生活中常用語 可以來按訂閱喔 耶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anacC Seng Girls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